好,在这个单中我们要讲的是 Excel如何提取储存格中的数值 如果说储存格中是有特定的字串 像现在这样子 它有NT,然后再加上数字 那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存数字 另外一种情况是千 为千位数变成用K来代替 百万位数用N来代替 那我要怎么把它提取出来呢? 抓出来像像数字的类型 或者是干嘛 千变成干嘛,乘上一千 百万就乘上一百万 这样子 那这个怎么去作业的 怎么去作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做法呢 我们要用的是那个Excel来做 用Excel来做 第一个 我们要先找到什么 找到NTDollar 因为它都有NT这两个字串 那我们要抓是NTDollar后面的那个数字 所以NT是我们要抓的关键值 我们用到TST AFTR这个函数 去A1储存格 去抓NT以后的字串 抓出来这个字串以后呢 我们要注意到 因为后面字串里面还有另外一个Atmo 那我干嘛 Atmo是不要的 那我要抓空格 中间这个空格 所以我们这边来写用Fy Fy函数 我去找这个空格 在刚刚抓出来的这个字串中 找空格的位置 有没有 找到空格的位置以后 注意到你要干嘛 把这个空格位置 要把它-1 因为空格我不抓 我要抓是空格前面的这串数字 或者是数字跟单位 然后抓完以后 LIFT LIFT去干嘛 抓这个 从这个 注意到NT 这个地方开始 从左边 去抓空格 假如空格是在第七个字 1234567 第八个字的话 我就干嘛 抓七位数 左边的七个字 那万一夹像这个有单位的 我就干嘛 它是在第五个字 我就抓左边第四个字 用LIFT函数去抓什么 抓 提取出来的这个字串里面的 空格位置-1的那个字元素 字元素 字元素抓出来以后 因为它有的是纯数字 有的不是纯数字 所以我们用SUVSTITUT 这个函数有没有 去干嘛 把K的 找到K这个字有没有 我把它取代掉 用什么取代 用三个0嘛 一千位数嘛 就是三个0 把它取代掉 那万一夹是 没有千 而有N的 那我就是六个0 百万嘛 就六个0 把它取代掉 取代掉完以后 因为它是文字类型 所以我用VALUE 去把它变成干嘛 文字变成数值 数值 然后这时候算完结果 这边就会出现 123 456 连 逗号都出来了 那这个逗号不是它的 是因为什么 我有制定格式 正常通用 它是没有逗号的 它正常的话 它是干嘛 你抓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像现在这样 纯数字 那所以我们要把它变干嘛 有一些 替你讲三位数一撇 我要千位数一撇 我就干嘛 改它选成什么 数值的 数值的 就逗号的 逗号的 然后这时候注意到 因为你逗号你就要 小数位数 我只要 没有位数 我只要 没有小数位数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那这个呢 不好意思 指线 因为这个函数比较特别 它指线365版本可以使用 其他版本不能使用